朱老师好 主持人好 FB新鲜室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造型师Judy朱富瑜 朱老师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的一个新书 是多年的一个散文慢慢集结出来的 这一本书叫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Judy朱的生活美学 那这一本是我的第五本著作 那前面四本著作 就是比较属于造型的一个专书 那这一本是小品文 然后写了有差不多三年的世界 从2018年6月的时候开始写 写到2021年差不多6月左右 那它是一共有33篇 那每一篇的小品文有1200个字到2000个字 那每一则故事其实都是真实发生的 不是杜撰 不是杜撰 所以每一篇故事其实都会有一把钥匙 都有一把钥匙 然后让读者可以开启美丽自在的一个新闻 然后这个短片 每一篇都透露出你过去的很多回忆 跟当事人的一些互动 对不对 对对对 每一篇小品文的故事 就是我的真实的生命经验 那么很多当然就是我的工作所发生的一些情形 很重要的分享 那在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主人翁有的一些迷惘 渴望或是恐惧 其实也反射在我自己身上 那所以在文章里面 就是每一篇 有一些小品文里面 就可以谈到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或是说我的一个执着点 还有盲点 老师你要不要先谈一下你个人 当初是怎么样决定到英国去念造型 你本来是念表演艺术类的 跨的蛮多的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是那种 因为我出生在宜兰 然后家里算我读书读得比较 就不喜欢读书 所以也没考上那样女中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读商科 是神医商 但商跟我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连结 因为我本身对数字 其实不是那么的喜欢 后来就是又毕业了以后 那父亲也希望就是我可以读个大学 那我非常喜欢表演 所以就考上就很幸运的考上国立一专 以前叫国立一专影剧科研导主 现在就是台艺大 好 台湾艺术大学 考上这个学校以后 我自己觉得演戏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可以把我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可以做不能做 很想尝试 因为我有点点小小叛逆 那我认为说当个演员 应该就可以把刚刚我所分享的 所不敢的想做的好奇的事情 可以在戏剧当中可以体验一下 后来我发现演戏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演戏其实我相信每一个行业都是非常专业的 它不是用玩的心态 或是说你想体验什么 去从事一个属于专业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好像演戏也不是那么合适 那我就心里在想说 那我从小就很喜欢漂亮 也会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 它搭配造型这样 我就自己相信说 我如果读方设计 我应该可以成为全世界优秀或是很有名 其中一位的鬼他的服装设计师 后来就因缘机会 我就到了英国去 在1987年的时候我到英国 那当然就有语文学校上了差不多快两年的课 然后就考上巴纳特学院的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系 但是后来又发现 其实服装设计师也不是想象那么的容易 尤其是像我这种 就是等于像大学毕业才过去 那时候我都已经20出童了 然后我是五年级生 所以受的在台湾受的那种教育 就会是比较属于自制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的游戏 就是老师说 这个游戏只要说老师说站起来 那你就一定要站起来 如果说坐下 那你坐下你就输了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其实个人的感受 就是创意其实是会被限制住了 因为那个很久的框架 所以我到了巴纳特学院的时候 我发现土生土长的 当然我的同学里面就是我一个外国人 其他可能希腊或是其他国家 但是他们都是从小就在那边出生长大 那我就发现那些小孩在国外长大 他们的创意 还有他们的思维是比较开放的 后来我又发现我好像很难成为全世界 其中一个伟大的服装设计师 那我就发现我自己 我其实读了以后我就发现 我如果当造型师的话 我应该可以就是说展现的非常好 而且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我懂得欣赏哪一个设计师的 比如说他服装的线条 然后设计的理念 然后我对人是比较敏锐的 然后我本身非常非常热爱每的人事物 然后也喜欢创造创意 但是他不是那种独创 设计师要独创嘛对不对 而且设计师是不是只要动手做 自己设计衣服做衣服 服装设计师是这样的 像我们比如说 Chanel Karl Lagerfeld的老佛爷 他很有创意 但是有打板师和设计师是两件事情 又分工就对 又是分工的 打板很多服装设计师可能很有创意 但是他打板他要请很专业的打板师 打板师还有分真的很会打板的 所以你看Chanel的外套 有没有 那个线条 早期亚洲的一些国家像日本 台湾或是其他国家 其实去参加或是看展览的时候 也会把台湾的品牌也会 就是把Chanel的外套把它肢解开来 然后再去打板 为什么没有办法打得那么的流畅 当然有一个玫瑰在里面 但跟布料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也发现内行人看门档 外行人看热闹 同样的外套不是同样 像这件衣服那样贵 这件衣服怎么会这样 介绍就觉得这样很可以接受 其实他就是没加在里面 后来当你觉得说你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你就转型成所谓的造型师 造型师是不是他的接触的触角就要更广 对 造型师的触角是要很广的 要成为一位出色的造型师 但首先要具备你有很多的热情 热爱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 因为像我就发现要有四个热 热情热爱热烈热忱 要有四个热 然后常常保持好奇心 对人是要敏锐的 然后要有对色彩线条 以及你要必须要有很IQ 还要有EQ 对因为像穿衣服这件事情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穿衣服还要人家 小时候读国小 妈妈就会给你教 说要怎样扭扭 对不对 鞋子要怎么扑 对不对 圍巾要怎么扑 这种事情 其实越简单的事情 我发现其实十月就好像吃饭 拿筷子在餐桌的礼仪 其实也是非常有学问 你说穿衣服 我穿几十年了 对不对 我都自己穿了 我没有穿 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要能够就是说借力使力 因为我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核心的精神 就是想要分享 就是时尚的根本 其实是在发现自己 服饰只是一个工具和桥梁 让我们到达时尚之路 成为更美好的人 有人说我现在爱对流行 我很早很早以前 我也是觉得说 为什么流行喇叭裤 我就要穿喇叭裤 流行什么颜色 我就要穿什么颜色 流行什么风格 我为什么就一定要跟随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从这个行业 那我也每一年都定期 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每一年都会定期到 像我念书的地方 像伦敦 或是像纽约 这些比较后法国 巴黎这些比较 意大利 比较时尚的地方 我就会也去感受一下 那个时尚的氛围 然后甚至就是不断的进修 才发现原来时尚流行的趋势 不是说几个流行权威人士说了算 不是这样的啦 这样什么人要听啊 其实这些权威人士 它是根据政治 经济 人们的思维 还有科技 生活形态 是由这一些study出来 才会有一个流行趋势的产生 比如说颜色什么 颜色会是流行的 什么款式 什么图案 什么主题 什么风格 你像对岸那个中国大陆 当时他就是经济发展的很蓬勃 全世界就会注意到亚洲 东方的一些文化 所以就有什么民俗风 印度 大家开始在休靈性 就会注意到印度这个地方 再来你看2008年 不是有金融风暴吗 那时候金融风暴的时候 在华尔街 你会看到就是一片黑 全部穿黑色 以前只要景气不好 那裙子就会很短 因为布料用的比较好 就要省一点 对 少一点 对 少一点 然后大家心情都很複雀 就穿黑的嘛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呢 在这个事件恐怖分子攻击 这个事件911的时候 我相信全世界应该几乎所有人就不会相信 尤其在这个大家上班的那一些不幸的拟难者 或是他的家属 他不会相信说 怎么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上班 在办公室里面 飞机撞进来 对啊 这很难想象嘛 对吧 那那个时候开始人就会感受到原来生命的无常 所以是不是要活在当下 对 那我记得在大概是20春夏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品牌 是不是Mostrino还是哪一个品牌 我现在忘记又太久了 有一个反正知名的品牌 他在这个时尚的这个发表会的时候啊 春夏的发表会的时候 他撒了很多的玫瑰花 很浪漫 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色彩被大量的运用 红橙黄绿蓝镜子 尤其那种饱和度很高的 那因为我在差不多有七八年前八九年前 我就接触到色彩的能量 我本来是当然就会懂 比如说色彩嘛 大家都会有色彩的语言啊 色彩的意象啊 有没有 比如红色是什么语言 就代表这个人比较热情 白色就比较纯洁啊 神圣 所以新娘要穿白纱嘛 白纱绿 我在七八年前 就是因为会认识一位 就是说色彩就是能量色彩学的一位 从没过回来一个张老师 我才了解原来色彩是有能量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其实什么颜色都是需要的 那黑色呢 哎呀原来黑色是一个疗愈的色彩 你知道吗 疗愈的色彩 怪不得金融风暴的时候 这个华尔街全部都穿黑的 911之后呢 就会发现时尚开始 开始是流行那种 很比较鲜艳的 比较让人看得舒服的 柔和的漂亮的色彩 而不是是黑黑灰灰 沉沉的 以前是只要经济不好啦 或者是什么不好时间 然后就一片黑 一片沉 对 现在不会啊 你看 你看我们现在又疫情 你说对未来其实很多 人家像金融专家 其实也很难拿捏 如果有在做这个金融的 就已经很难去 怎么讲就很难确定嘛 疫情这个东西不是谁说的算 对不对 说不止 上帝说的算吧 不是我们人说的算 我们再怎么样厉害 厉害不过这个 什么那个疫情 那个病毒的千变万变的一个速度嘛 对吧 那照常理如果照以前的 时尚的一个流行的趋势的色彩 常理的话 它会是流行那种黑啊 灰啊 比较沉的 那你看 现在流行的都是什么 大红大绿大黄 因为红色呢 是一个自己意愿带动 支下的一个色彩的能量 嗯嗯 你屋子后都没动力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 因为你还是从我 从我你还是要有一些动力嘛 你不可以都没做事情嘛 嗯嗯 是不是 就算就是说有很多的积蓄啊 可以不用说去工作 但是你总是要 怎么讲你总是身体要动一动吧 走个路啊 不能出门还是会烦啊 即使你经济无余的话还是会烦 不跟人家讲话 都跟别人互动 讲话你也没动力 搞不好连吃饭都没动力 那就不行嘛 所以红色的能量很重要 他要成功做一件事情成功 他必须要有红色的能量 但你要做事情的时候 你要具备亲和力啊 你就要黄色的能量啊 对 那你跟人互动的时候 你满足对方不满足 这样也不可能会成嘛 有你跟人家互动 你觉得很舒服很爽 那对方觉得不是很舒服 跟你互动 那也不成 所以你要橙色 橙色是互动的满足感 绿色是付出和奉献的爱 你对人没有爱心 人可能跟你互动 顾料 可能也感觉 不说真的跟你互动嘛 所以绿色的能量也很重要 蓝色是创造力 像比如说夫妻交往 就是说结婚比较久 或是说男女之间 谈恋爱比较久 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激情啊 或是也不是觉得很有趣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点 蓝色的能量 来做一个协调 让你比较有创意 生活比较有趣 定色就是叫深蓝色嘛 定色 定色是趋速敏捷 如果说对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马上就决定 好像就是由于不决 那就需要定色的能量 因为它可以让你比较能够 快速的去做一个决策 那紫色的话 就是生命的圆容 人生的目标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目标 到底在哪里 那可能就需要紫色的能量 那紫色的能量怎么来呢 比如说你吃紫色的地瓜 那也是紫色嘛 茄子也是紫色 那衣物的话你可以不敢全面的指 你可以紫色的围巾 或是说图案里面 男士的话就是打领带 比如说打领带来讲 以领带来讲 领带的这个花色的图案 里面有紫色的 或是波罗衫 那个线条啊 衬衫的线条 有紫色的都可以 或紫色的表带 女生的话 也可以紫色的耳环啊 有没有 紫色的指甲有啊 紫色的皮鞋啊 高跟鞋啊等等 那白色的话 其实就是归零 重新开始 那白色的能量也是一个啊 就是说自我表达 我发现台湾 像我这五年级生了 或是四年级生 这种世代 其实对于表达 有时候会比较怎么讲 含蓄啊 好像比较含蓄 或是说好像都这样 要怎么说 心不对口 你知道 想讲一些好听的话 说到半天都没说出来 啊这个时候如果 如果就是说 你在工作上面要表达你的想法 你的专业 然后你是认为好像最近表达 会比较不那么流畅 啊头脑有时候常常 比较大事 丢筋去拔掉 好像不顺 这时候你可以运用白色的衣物 嗯嗯 让你表达 能够更流畅 更容易表达出来 那黑色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嗯 嗯就是疗愈 黑色具有疗愈的一个一个色彩的能量 所以你看 几乎啊 我看男士也是啊 男士都是西装裤都黑色也有啊 皮鞋都黑的有啊 那女生啊 大多数啊 我所知道了 当我在这一行 已经快30年了嘛 我Case做过了超过1万个 Case了 大部分的人 黑色的衣物 有够多啦 黑色最多啦 古早啦 尤其以前 好 当然现在大家就慢慢的可能 有时候我们内在啊 需要的时候 你就对某一种色彩 你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渴望 或是想望 但还会有一种蛮奇特的现象 就是呢 你越需要的色彩能量 你越排斥哦 有一种的哦 某一个人他现在需要红色能量 但是他对黄色的就是 他感觉很排斥 还是说对黄色的 台湾人有时候对黄色的衣物啊 会比较排斥 因为哦 那个宗教有没有 冬季的是什么的 那都穿黄的嘛 套袍都红色 法师都穿 当然就是说古时候 皇帝穿黄袍啦 就是黄色的这个 皇帝的袍子是黄色嘛 可能是黄色这个颜色 就是有很多的因素 所以大众会对他是比较 不那么喜欢去用 但是慢慢的 大家也是对黄色 如果说算命的啊 或是什么高人啊 或是什么人跟你分享说 哎呀你今年要穿黄色的 会带窄啊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忽然间就会改变 对颜色 这黄色的一个一个排斥感 反而会去接受它 好其实这里面啊 很多这个散文理 你跟老师 你跟这个个案的互动 其实我觉得你在谈话的过程 都很小心 甚至还有一点心理学的一个说话技巧 对不对 不能用你这个造型的专业 直接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对对对 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相信说不只是造型师啦 但我的专业更需要是这样的 因为来的每一个case 尤其像穿衣这种东西啊 会因为生命的经验 或是一个 如果你也相信就是人 可能有这个灵魂的这个 好像我们的习性 那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当事者给我服务的人 他是还不会马上说出来 对对 我在因为我工作这个行业30年嘛 早期的我 我会觉得这个人是来到这样吗 Cashimeo是所有 这个如果要冬天来讲 他应该就是Cashimeo嘛 应该是这个保暖度 和这个舒服度 数一数二的嘛 你不要讲Cashimeo 就比那个Cashimeo 再更高成那个Cashimeo 而且现在也保护这个 动物这个Cashimeo也比较少 Cashimeo那客户也 我曾经碰过那种 客户就说以前Cashimeo 他会痒不舒服 总体我会觉得是来乱的吗 是来乱的吗 你知道吗 慢慢的慢慢的 因为我也是因为因缘际会 就不只心理 也接触到一个比较属于心灵层面的 因为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生了一些 一些生命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感受没有好坏和对错 当客户跟我说他不舒服 就是他不舒服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某一个人 他比如讲女士来讲 女生 他非常讨厌紫色 假设我们很喜欢紫色 我们会觉得说紫色叫你那浪漫 叫你那漂亮 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敢 等于很不品味 有时候我们always会这样 有些人甚至就会很直接说 紫色这么浪漫这么漂亮 为什么不喜欢紫色 这很奇怪 有没有 有些人讲话就会很直接 但是背后这个人 为什么不喜欢紫色 这么讨厌紫色 也许他的生命经验里面 他经历过 比如说看到 在路上看到他 他的男友 跟一个女生手牵手 他男友那一天就穿紫色的 或是那个女生穿紫色 从此他非常讨厌紫色 那像黑色的 有的人说 黑色暗色 有时候看起来没着气 还不喜气 但某一些人喜欢黑色 那可能就是说 有一天他流汗的时候 他的老公 他的爱人 拿着一条黑色的棉子的手帕 让他试汗 额头的汗水 从此他觉得 黑色对于他不是距离 不是严肃 而是一个温暖 一个爱 会不会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 而且每一个人生命经验 都不会相同的 所以慢慢我去体会到 也了解到 自己也经历过以后 我对于客户的所有的感受 我就会接受 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说 不只在我的工作上面 在跟人的互动 我就慢慢也学习到 感受没有好坏对错 要语于尊重 对 然后就像公子说 英才十九 我想就是说 我的工作也会 因为不同的客户的背景 个性 年纪 或是他的需求 那我在互动的时候 和我给予的协助 或是说我服务的内容的方式 其实每一个case都是独一无二 它不会一样的 它不会是一样的 然后取得客户的信任 是非常重要的 对 有些话一开始一定不会讲 一定要需要一些事情 我明明知道 对呀 我很多case我就知道了 但是我是会假装不知道的 因为他不说 一定有他的理由 要等他自己说 可能在当下他的感受 他就不想说 或是他没有准备好 要跟我说 所以我不会像那 就是说好像很八卦 像人就问一大堆 但是基本的问问题 或是测量 这是必要的 这是我工作上必要做的嘛 比如说他的三维 一定是要测量嘛 用不实测量 那个才会精准嘛 目测当然已经很精准了 那目测只是我的专业 但是实际上 我还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工具 来确认我的目测 我的经验值 和实际上测量的结果 它是不是完全吻合 因为完全吻合是很重要的嘛 嗯 好老师你为了这本书 你还特地出外景去拍了很多形象照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呢 33篇的小品文 当时出版社 其实也有提到说 哎呀你这种小品文类似散文啊 其实根本也都不需要图片 但是不需要图片是 在我个人的想法里面 它不适合的 比如说我的33篇其中有一篇 叫做雪纺洋装的启示 我不知道这个 金敏有没有就是看到这一篇文章 那雪纺洋装的启示呢 这一件洋装它有很多的细节 就是说衣服的一些设计的细节很多 如果我没有透过图片的辅助 其实读者头对的觉得很无聊的 不知道你说啥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领域的嘛 对嗯 好我讲布料啊材质啊 我的叙述啊 他可能没有画面嘛 对吧 然后大部分的人去是对这个影像 和这个图片是比较有感受和有记忆 比如说铁打你好 对对对 你一个那个Rose跟那个男主角在两个 你有没有觉得对这个画面就很有印象 在船头要飞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白可能不大会记得 有没有 对 我觉得图片还是重要的 而且文字是有能量的 图片也是有能量的 是 所以需要用到图片的时候 我当然因为我是造型师嘛 所以整个书的这个造型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我应该有拍了差不多17个造型 17有差不多17个 所以做了17个造型 那就是像被遗忘的表 就是这个Cartier的这个大纲表 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啊 大纲表是谁在这边讲 或是说爱情左右手 然后这个金手环 然后是长什么样子 要是我我是会好奇 我会以我自己是一个读者 就是跳脱我是作者的一个角度 去思考说假设我是一个读者 那你在说爱情左右手 那这个金手环是什么样子 我有好奇嘛 对不对 要两个人协力来把他带上 那到底还要有一个小螺蛳手 到底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是会好奇的 或是爱情大的小包 那个那么小的手长大的小包 是什么样子 所以就是说我的特别包外景 我到松烟去拍 那时候其实疫情还没有像现在那么严重 但是还是就是都要戴着口罩嘛 那其实是非常有困难度的 你照片是有符合你的某一些章节就对 都是有需求才去拍的 而不是说我想当模特 然后来摆pose给大家看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模特 也不是长得那么美 或是身材有多么的好 然后这个pose摆得多么的专业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有一些小品文 那个主题是需要图片做一个辅助 让读者更好阅读 或是会有兴趣去阅读 所以这本书其实我是真的是大力 非常大力的推荐 它不是教导读者说 你怎么样的搭配才是完美的造型 怎么穿搭才叫时尚 而是透过这个一边边的一个小品文这样 然后在这个小品文当中 其实是呈现一个人生的摆态 那你有什么样的启发或是灵感 就可以运用在个人的造型穿搭上面 独到的展现自我 因为现代人其实都蛮有自己的想法 尤其现在比如说3C产品 这么的发达 科技这么的发达 你一只鼠鸡可以吃天下市 所以我相信读者有原来阅读我的数人 我相信这些人他们对于怎么穿搭 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也会有很多的管道 他获得一些知识 或是一些建议什么的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每一个人潜力是无穷大的 33篇小品文 每一篇都会像留白一样 都可以去对应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些经验 老师我们最后再把书名给大家提醒一下 书名叫做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但是我们前面有讨论到一些季节流行 但是书名告诉我们要做自己 做自己跟所谓的季节流行 我们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 其实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主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 服装和饰品我们是借力使力 不是主角就对 对对对 人才是主角才是主体 服饰只是客体 不要本末导致 这个其实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名牌 像这个理念 这样的一个感受 也是我这么多年来 从小就爱漂亮买衣服 然后去 比如说去国外学服装造型设计 然后拿形样顾问的执照 甚至我有执照是可以训练 别人可以成为形样顾问 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 这是我才发现的 所以我特别想要跟爱美要美 还有在乎自己的女性 还有包括男性来分享 就是善用服饰 不要被服饰所用 成为她的奴隶 那做自己其实是最简单的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你今天要去模仿别人 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演员 你看那些专业演员 得到什么奥斯卡奖 现在讲也才贵的 他可能可以成为别人 但是我相信成为别人 其实蛮累的 所以对于上帝赋予给我们的 比如说身高 我们的身形 五官等等 我们可以去欣赏和接受 然后当然就是还可以学习和练习 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成为更美好的人 内外在都是一样 这个是我特别想要分享的 所以才会有做自己才最好明白 要先认清自己 你里面有提到说 不是每一个女生瘦就好看 对啊 有些艺人还要胖一点才好看 你有举一些 对不是所有女人瘦的都好看 好了我举一个例子 你想想如果钟楚红他很瘦 像莫文蔚那么瘦 你会认为钟楚红他很具魅力吗 或是钟楚红的五官 他那个小酒窝 他会放电的眼神 真的有点肉感 比较性感 对对对 还有他的自然权的这个法质 你认为我们就很简单 不要讲说要很专业的人来说这件事情 或是评论这件事情 如果钟楚红真的很瘦的 像莫文蔚那么瘦 对真的 我个人是觉得他的魅力 就会少了那么一点 反过来如果今天莫文蔚变得很胖 发福了 一点点小发福还可以 如果他太胖 我相信莫文蔚的那种 属于他独特的一个怎么讲 那个姿态 那种姿态和那种神韵 我会认为也是会减少那么一些 对像苏琪也是要瘦才好看 苏琪不能太瘦 我觉得苏琪就要刚刚好 像他现在就差不多刚刚好 苏琪太过骨感 我觉得也不好看 你看苏琪的脸型 他太过骨感不会好看 还有苏琪的那种封臣 对他如果真的很瘦很骨感 你看苏琪他的骨 他的骨架是瘦是小的 但是他是有肉 他是肉肉的 但是你看莫文蔚 莫文蔚骨架好小 但是莫文蔚没有那么多肉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是瘦到骨子里那样瘦 拱内太瘦也不好看 我觉得胖瘦不是说用体重 拿一个磅秤来说我现在50 我今天又变成52了 太胖了 就不是数字 我应该要是吧 其实不是 年纪越长 那个骨头会更重 还有有健身的人 像我自己有在健身 我有教练已经十多年了 健身的人有时候肌肉是重的 所以我觉得磅秤 只是做一个参考 不要说太怎么 斤斤计较说 磅秤是几公斤 然后就说我又胖了 我又瘦了 这个意思就是 就很像我其实也会 跟客户 或是我一些朋友分享 如果有这个机会 然后他们询问我 你去试穿衣服 衣服的尺寸 也是只有做一个参考 还有鞋子的尺寸 因为不同的版型 不同的品牌 尺寸它是会有差异的 对对 有一些品牌都故意 把这个大的尺寸 然后标的很小 让穿的人觉得很舒服 你知道吗 心理作用 原来我这么瘦 我才意大利尺寸才38 你明白我讲历史 我懂 就故意把尺寸标小 让你心里会觉得说 对对对对 有一些品牌是这样的 有一些品牌是这样的 品牌他们在标尺寸 尺码的尺寸 有他们的想法 每一个品牌有 每一个品牌的想法 所以假设说 你去试衣服 你是穿意大利40的尺寸 比如你进了一个 精品店然后服装店 那小姐有时候是目测你 她就会想说 你大约是什么尺寸 但是他们也不见得那么专业 有时候目测也是会 很多的失误 那你就可以去分享说 平常我是穿意大利40号 举例了 那请问一下你们 这个品牌 意大利40号是会比较小 还是比较大 其实专业他们这些售货员 其实他们是会懂的 有时候他会跟你说 我们这双鞋的版型是比较小 版比较小 所以你如果是穿 7号的话 那我拿8号给你试 他们也是会懂的 有时候跟设计有关系 衣服裤子 裙子 或是说鞋子都会是一样 像裙子如果是松紧带 你就不用拿到那么大的尺码 因为松紧带的话 你小一个尺码是OK的 搞不好那个线卡还更漂亮 所以就是跟体重的增减 或是说多少体重是有关系的 每一个人股价不一样 长相五官不一样 气质 个性 走路的方式 讲话的深陷 与人互动的那个感觉 神韵 眼神 还有你的发型 跟你的这个 到底瘦一点点好 还是胖一点好 我觉得都多少都会有一些关联 所以这样回头书名 才会告诉大家 做自己才是最好的 不要过度迷恋名牌 或过度依赖衣服就对 我觉得儒家的中庸 在这么多年以来 像我到今天我发现 这是一件真的很不错的一个做法 就是过而不及啦 对 太多也不好 当然不足也不行嘛 对不对 你过度的依赖名牌 那没有名牌 那你就 你就认为自己没有魅力 那我觉得这个 就会缺乏自信嘛 因为你内在这样的 有这样的思维 很奇怪啊 那个能量和磁场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们人的那个意念 有时候是强过我们的言语 他发射是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会有一种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 譬如说这个人喜欢 他不喜欢你 你会知道 虽然他会说 你好好久不见了 有空我们在喝咖啡 但是你会知道说 他根本都不喜欢你 他场面话 对他根本对你有敌意 那有时候你又会有 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这个人 他碰到你 他没有说特别 就跟你哈拉那么多句 但是你知道 他对你是友善的 然后这个部分 我就会发现 你看不说话 你看都没说什么话 或是有一些人 说的一些场面 漂亮的话 好听的话来互动 但是那个感受 为什么差异那么大 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人的意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一定非要 名牌不可的时候 那他的自信 已经发射出来了 有名牌很好啊 没有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经济不景气啊 你钱可能有一些预算啊 就少买一点嘛 是 当然你手头很宽裕 然后最近想要好赏自己 那买个名牌 我觉得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有做和没做 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不一定说一定要和不要 很多东西不一定说 我非要这样 我非不要那样 我倒觉得不用 力道不用用到那么大 要不然能量耗损掉了 人就会没气了嘛 哇这个是非常多年累积出来的一个非常精粹的一个经验 慢慢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感受嘛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书我很大力推荐 而且就想要把书书虽然写的当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 因为小品文就是散文那么短 一千两百到两千 然后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感受和思维和我的专业的一个分享都有 那要那么短这样要分享出来 其实对我来说它是困难的 所以教科书反 教科书反好写对不对 工具书好写 非常简单 像之前的对我来说 但是非常简单不代表我这样说不代表说我很厉害 很会写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写这个造型的专书对我来讲 真的是比较轻而易举 因为我不用把我自己放进去 我只要很精准的把这个专业 我的经验放到我的书里面 那我就会多少会认为这个书是可看性是很高的 而且也是值得阅读的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做自己才是最好的明白 Judy做的生活美学 这个书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我必须要很诚实很诚恳 去回忆很多事情 而且要赤裸裸的呈现 因为我要先能够让我自己能够接受说 我可不可以能够做到很诚恳很真实 很赤裸裸的去分享每一篇文章 如果我不行 那我写这个书写这些文章 花了三年就没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我没有很pure的心 如果我没有很pure的心的时候 每一篇文章它就会卡卡嘛 现在你看疫情 然后全世界这个经济的波动那么大 然后身体多少精神上面身体状况都会受很大的影响嘛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受限了嘛 你说不能出国啊 有时候又不能好好跟朋友聚会啊 口罩要一直戴着啊 没错 然后让自己呼吸都有一点好像不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是啊 在家里也会闷很闷嘛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字进去的时候 我的内在是非常pure的 而且是非常的友善 然后我要让我自己在这个事件在回溯 在检索过去的时候 那个时光再拉回来的时候 我的内在是平和的 这个去书写是很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可能属于那种比较敏感和敏锐的人 那我对这个字啊文字啊 如果那个文字虽然是美好的文字 但是可能在写的人这个起心动力还是什么 我会看了会头痛的 我会看了是头痛 然后这个书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书写的 对啊很不容易啊 所以它是还蛮容易阅读 尤其那个字体是13级 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有比较大啊 对对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啊 就像最近累了啊 然后看那个手机啊 或是用手机看玩游戏啊 或是什么看看影片啊看久了 看我的书是不会累的 所以还蛮舒服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朱老师为我们介绍他新书啊 做自己台最好的名牌布克文化出版 好谢谢老师 谢谢